这个老光贵要和他的妇人睡觉了 屋内是破装瓦砾 床上却没人一一 倪天国踩着空心的凳子上床 一边给何成惠盖衣服 一边叮嘱他不要着凉 若不是女人满脸恐惧 或许真的会以为 这是对恩爱的跨龄夫妻 何成惠是个美丽的女大学生 居然嫁给了一个47岁的老光棍 每天一狗同吃一饭 与猪同睡一屋 甚至天天被老汉打骂 但却不离开他 这究竟是为什么 1995年 中江县太阳镇月亮景村 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看起来只有20来岁 她皮肤白白净净 乌黑亮丽的头发书 成了两条马画辫 既年轻又漂亮 不仅如此 女孩讲着流利的普通话 喜欢读书看报 写的一首好字 时常还会说几句英文 在买东西时会检查保值期 与这穷乡僻壤格格不入 显然是个女大学生 这让村民们十分好奇 好好的一个姑娘 前途一片光明 为什么选择嫁给村里最穷的老光棍 这个人名叫倪天国 已经是个六旬老人了 从小父母双亡 家里穷得叮当响 房子夏天漏雨 冬天漏风 连个窗户都买不起 一开始单纯的村民们 真以为这是老光棍娶来的媳妇 可17年过去 人们渐渐发现 大学生开始走不出户 不与旁人交流 而倪天国家里 还时不时传来女人的惨叫声 村民怀疑合成会受到了虐待 因此便有人联系记者 想让他帮忙寻找合成会的家人 赶到倪天国家里后 刚进屋一股恶臭变扑面而来 入圆可见的并没有家仿家具 有的只是用一架木板搭乘的床 也没有被褥 只有几件军大衣 架头四壁窗户漏风 紧接着众人也看到了恶猪的来源 原来老家伙为了图方便 把猪圈开在了屋里 这个架不像架 反而像一个垃圾堆 而当初美丽动人的女大学生 在17年的时间里 掩人变成了一个目光呆滞 面如土色 头发杂乱的妇人 这让众人无法想象 合成会这17年是怎么过来的 此时的倪天国一边为女人梳头 一边细腻地问道 即便合成会已经神志不清 但他对倪天国的厌恶是无法掩饰的 记者问倪天国 你觉得合成会是你什么人 倪天国竟大言不惭地回答他 虽然他们没扯证 也没办婚礼 但这镇上人人都知道 合成会就是他的媳妇 对于倪天国的言论 村民们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 明远人都看得出合成会是被拐来的 其实合成会是倪天国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 120块就是他的售价 而合成会也不止一次 告诉倪天国自己家人的信息 祈求他带自己回去 但倪天国却从不理会 村民们告诉记者 合成会进村的第一年就跑过三次 现在说一四岁里都想跑 刚来那几年是不是经常想到要玩 就是一道书赢的事 但每次都被倪天国抓回来一顿毒打 为了防止合成会再次逃跑 倪天国干脆用铁链锁住了他的脚 这一关就是一整年 把他说到无力 对此倪天国给自己编了一个完美的理由 他说合成会有精神病 怕跑出去伤害到别人 在他眼里 合成会早就成了他的私有物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他告诉村民 合成会是自己从外地带回来的媳妇 但合成会三天两头就想跑 暴怒的倪天国只能扣打 后来时间久了 合成会也就精神失常了 他视而清醒 视而糊涂 再加上倪天国之前说他傻 村民也就信了他的鬼话 就这样合成会被关了整整17年 记者开始尝试用英语跟合成会沟通 但合成会却不愿回答 眼神咄咄咄闪闪有所防备 回头看看旁边的倪天国一脸吃了苍蝇的香 记者赶紧把他知道了一边 果然倪天国一走 合成会便立马说出了自己父亲的姓名 以及自己的家庭住址 3月25日记者驱车来到重庆有阳 试图寻找合成会口中的家 经过17年的变迁 合成会口中的小区早就成了废墟 合家也已经全部搬走 怎么回事呢 一番打听记者从一个街坊口中得知 合开智一家在丢了女儿后就搬家了 好在街坊与合家还有联系 一行人终于找到了合开智 合成会被拐卖囚禁 历经17年才被找到 但他的父亲却选择原谅凶手 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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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实际是吧 酒店里合开智 如今的照片 哭得差点喘不过气 曾经女儿明媚漂亮 是个前途光明的大学生 如今她却双目无神 瘦得不成人样 很难想象这17年里 合成会究竟遭到了怎样的折磨 为了避免倪天国逃跑 记者先一步回到了月亮景村 一天后合家人开着赶到 但到了村口 合开智却犹犹豫于不敢下车 他在怕什么 来到合家 合开智终于见到了日丝夜响的女儿 妹妹慢慢地诉说着往事 渐渐唤起了合成会意识 一边的尼天国低溜着眼睛 不知盘顺着什么 看到一家人相认的温馨画面 尼天国的谎言张口就来 他说自己好心收留了合成会17年 不仅如此 他满口叫起比他年轻的合开智为爸爸 这样的话让合开智半信半疑 他提出参观一下女儿生活环境 但当他走到尼天国的屋里时 气得浑身发抖情难自已 尼天国干净表示 得亏你女儿遇上了我 否则今天你可能就见不到了 事实上 这间屋子就是政府看尼天国无处居住 才发钱给他修建的 但好吃懒做的尼天国 一拿到钱就会祸一空 只留下了极少的钱修建房屋 这才导致了如今的情况 最终何家人还是把合成会接到了车上 但令人无法想象的是 临走前何开始把尼天国拉到一边 给了他800块钱 一天国的眼眶逐渐湿润起来 有人说他是为自己的作为感到懊悔 尼天国嘴上说着不要 手却死死尊住了钞票 看着汽车渐行渐远 尼天国的眼眶逐渐湿润起来 有人说他是为自己的作为感到懊悔 但我认为这不过是鳄鱼的眼泪 他已经囚禁了合成会17年 坏事做近 怎么可能瞬间醒悟呢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